街坛相依 平民视角 美国热搜 让你听到美国人民的声音 Hello everyone 我可是你们的老朋友 逮逮天天 乌克兰危机 成了两个细境的秀场 一个是普京 他用全球直播 来宣布入侵乌克兰 被人抓包 根本就是录播做起 另一个就是退而不休 继续活跃在推特一线的胡锡进 他和台湾总统府 就乌克兰问题 进行了一场键盘军演 评论区 一片残烈的翻车现场 事情的起因 来自于台湾总统府发言人 古拉斯的一条推文 看到联合国的大使们 拒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领土主张 我们在台湾 期待着有那么一天 世界同样拒绝中国 对我们国家的领土主张 胡锡进几个小时候 发了一条推文 发出挑战 愚蠢 大使们不会把台湾看作乌克兰 他们会认为 台湾就像顿尼茨克 那么墙外的网友们 一下就抓住了 胡锡进推文中的逻辑漏洞 开始调侃他 就看到这位网友说 确实是这样老胡 顿尼茨克 是国际公认的主权国家 乌克兰的一部分 那里的居民 希望从乌克兰独立出来 台湾是主权中国的一部分 那里的人民 希望从中国独立出来 因此 如果美国承认台湾独立 中国不会介意 那这位网友就是 一子之猫 公子之盾 就是说你中国支持顿尼茨克 从乌克兰独立出来 那么你就不要抱怨 别人支持台湾 从中国独立 还看到这位网友的观点 是的 台湾当然是独立的 还有这位网友的看法 你应该知道 俄罗斯刚刚承认了 多年此刻的独立 对吧 还有这位网友 分享他们自己的观点 如果一个安理会国家 可以得到 另一个安理会国家 默许的情况下 授予主权 那么主权就没有意义 中国共产党保持沉默 是可耻的 那么这位网友说的 两个安理会国家 指的是俄国和中国 还有这位网友的看法 嗯 老胡你就是大错特错了 对于大多数大事来说 台湾就是乌克兰 一个主权 民主自由的国家 受到威权邻国 中国的威胁 那么美国热搜Data的观众 看到这些网友的 评论和看法之后 你自己有哪些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 和我们分享 那么今天一大早 蔡英文就乌克兰问题 发了这样的一条推文 台湾谴责俄罗斯 侵犯乌克兰主权 鼓励有关各方理性 和平解决争端 同时 我们将采取措施 加强军事准备 以确保经济稳定的同时 对抗认知战 胡锡进马上评论转发 台湾核实统一 与乌克兰局势无关 具体时间和方式 会有悬念 但统一的结果 不会有悬念 有谁会愚蠢到 认为台湾将永远 与大陆分离 那介绍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推特网友看到 胡锡进的推文之后 有哪些想法 首先由这位网友 分享他们的观点 不是在你的有生之年老胡 也不是在 任何现在活着的孩子的 有生之年 在某些方面 国家正在变得更大 更具统治力 但在其他方面 他们正在变得更小 更人化 更热爱自由 还有这位网友 分享他们的看法 应该说 只有台湾人民想统一 统一才会发生 在2022年 任何军事超级大国 无论是美国 中国还是俄罗斯 在枪口上 枪行统一 或吞并都是野蛮的 还有这位网友的观点 如果说真话 会不会影响 我的社会信用评分 在墙内 网信办等舆论监管部门 早已为乌克兰危机 定下了基调 这次新京报的一次 自媒体世面的失误 让外界看到了 中国神秘的内宣操作 和这次危机的报道规则 这位网友的推文写道 新京报世面太惨了 即刻起 乌克兰相关发微博 都用世面首发 大号在发 推世面 对额不利 清晰放的不发 首发前给我看我案 评论进行精选控制 首开精选 然后把合适的评论放出来 要求谁发布谁负责 要真正去关注评论 往外放 每条至少盯两天 注意交接 如果穿话题 只用人心秧的话题 前天 普京用全球电视直播的方式 宣布对乌克兰东部的 两个分离地区的侵略 根据瑞士新苏利世报 视觉调查记者 Force的照片的分析 这场直播 就是一场 恐吓全球的假直播 他的推文写道 周一普京在莫斯科 与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召开了一次计划外的会议 会议在下午5点播出 但是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举行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参与者的手表 谢尔盖 绍伊古和谢尔盖 拉夫罗夫 在11点45分准备 那么Force就分享了照片 可以看到他们两位的手表 都是显示11点45分 他的下一条推文写道 接下来的是莫斯科市长 谢尔盖 苏比亚宁 他的手表时间是12点10分 市长的手表是12点10分 紧随起后的另一位是谢尔盖 国防部长 谢尔盖 烧伊古 他在12点46分 把图方大 我们可以看到是12点46分 这次会议是为了决定 俄罗斯是否承认 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分离地区 为主权国家 这次重要会议之后 普京会签署一项协议 根据手表显示事实来看 普京已经在近两个小时前的10点15分 就签署了协议 普京甚至在自奉的顿铁茨克 鲁干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 戴尼斯 普希林 莱昂尼德 帕塞尼奇克在场的情况下 签署了这份文件 你可能会问 他们的手表呢 10点15分和10点17分 那么推特上的网友是如何看待 Force这样的发现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位网友的看法 不管怎么说 谁会戴手表呢 他们没有电话吗 之后有这位网友回复楼上的评论说 普京佩戴的许多手表 价值数十万美元 这一切都是财富和权力的展示 还有一些推特网友提了这样的疑问 有谁可以分享一下 这件事的意义吗 之后有这位网友来回复他的提问 这次会议显然是在作秀 在会议之前 普京已经签署了 应该在会议上讨论决定的文件 那一下是几个西方媒体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些反应 白宫的推特账号写道 今天美国总统与乌克兰外长库莱巴会面 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 并向他通报美国对俄罗斯行动的最新反应 路透社Reuters报道了英国的反应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英国将立即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 他们的报道接着说 约翰逊告诉记者 我们将立即实施一篮子经济制裁措施 他说制裁将不仅针对顿巴斯、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的实体 而且针对俄罗斯本身 尽可能严厉的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利益 路透社Reuters才报道了美国的经济制裁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登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 以报复俄罗斯承认乌克兰的两个分离地区 并向那里派遣军队 这些措施针对的是俄罗斯的银行和主权债务 以及其他措施 他们的报道接着说 欧洲几十年来 最严重的一次安全危机之一正在上演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弗里米尔普京命令士兵 进入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 为和和平 华盛顿对此不屑一顾 称其位胡说八道 据美国MAXR公司称 过去24个小时的卫星图像显示 在俄罗斯西部部署了几支新的部队和设备 在乌克兰接壤的 白俄罗斯南部的一个小机场 部署了100多辆车 拜登周二表示 简单地说 俄罗斯刚刚宣布 它正在刮封乌克兰的一个大块领土 这是俄罗斯入侵的开始 那么网友们有在买里的反应呢?我们一起看看 首先有这位网友说 制裁没什么用 俄罗斯真正需要从世界其他地方得到什么 我认为他们会调整和克服的 我肯定普京在嘲笑我们的领导人 之后有这位网友回复他们说 还有这两位网友的观点 冻结他们的外国银行账户是最有效的 之后有这位网友回复说 如果你认为这会吓到他们 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 还有这位网友的观点 这之后很难恢复正常 如果中国开始介入 也不会感到意外 也是看到了CNN的报道 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的行动 引发了美国的新制裁 其中包括过去从未处击过的目标 俄罗斯总统弗拉奇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和新圈子中的那些人的家人 路透社也报道了加拿大的反应 加拿大宣布 因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实施 首论经济制裁 透露多说 他的政府将禁止加拿大人 与洛干斯克和顿叠茨克 这两个所谓的独立国家 进行所有金融交易 他补充说 加拿大还将禁止加拿大人 购买俄罗斯主权债务 加拿大总理表示 加拿大政府将制裁投票 支持顿叠茨克 鲁干斯克独立决定的 俄罗斯议会议员 路透社也报道了日本的反应 日本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 对其实施制裁 岸田文雄说 日本的制裁措施 包括禁止在日本发行俄罗斯债权 冻结某些俄罗斯个人的资产 以及限制赴日旅行 俄罗斯的行为非常明显地损害了乌克兰的主权 违反了国际法 我们再次批评这些举动 并强烈顿促俄罗斯重返外交谈判 他说 BBC就报道了德国的反应 德国因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 暂停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认证 在普京下令下 叛军控制的乌克兰 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派兵后 德国宣布暂停向 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管道 发放运营许可证的进程 实际上是停止该项目 直到另行通知 也是看到了澳大利亚的反应 The Hill的推文写道 突发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 因乌克兰危机 对俄罗斯事实制裁 The Hill的报道接着说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 斯科特·莫里森·斯卡莫里森 在宣布澳大利亚的制裁措施时表示 制裁实施将包括 针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成员的 有针对性的履行禁令和金融制裁 这位澳大利亚总理还表示 乌克兰的签证申请将被一致守卫 也是看到爱尔兰加入制裁行列 BBC World的推文写道 爱尔兰政府将宣布 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他们的报道还写道 帕萨尔·多诺霍表示 他理解与俄罗斯有联系的爱尔兰公司 对选举结果的担忧 他说出口约占 爱尔兰国民收入的1% 而从俄罗斯的进口约占0.5% 多诺霍表示 对于不可接受的非法的行为 爱尔兰确实需要成为回应的一部分 还看到Bloomberg发推文说 俄罗斯超级富豪的财富 近年暴跌了330亿美元 乌克兰不断升级的冲突 可能会使这些财富损失更大 Bloomberg的报道接着说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二针对俄罗斯 向海外出售主权债务 和该国精英阶层实施制裁 并表示 他将向波罗的海国家 赠派美军 作为保卫北约国家的防御性举措 具体人数不详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Bloomberg Billionaire Index的数据 在财富缩小的 俄罗斯亿万富翁排行榜上 名列前茅 今年他的财富几乎消失了三分之一 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Bloomberg Billionaire Index 列出了全球500名最富有的人 那么现在乌克兰东部的地区 到底怎么样了呢 下面一条视频是法新社发出的 他们的推文写道 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吉米尔布金 Vladimir Putin 下令军队进入自称 叛军的顿捏茨克和鲁干斯克后 扩音器宣布了乌克兰城市 哈尔茨克 输在中心的位置 那么看完视频和了解新闻之后 我们美国热搜Data的观众有哪些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感谢你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呢 就记得给我们点个赞 也可以关注 同时 要是你有哪些有趣的话题 想看我们一赛探索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and we will see you all next time 我们周五见 拜拜